红袜队戏剧性初局季后赛导致人士大风吹 波斯顿红袜队自1920年来深受贝比鲁斯魔咒之苦 无法在世界杯夺冠 2004年和2007年红袜似乎打破魔咒再度夺归 但今年本来不俗的战机到9月完全失控 有人说则怪不得魔咒 直懒散的投手群竟在比赛中大辣辣吃炸鸡喝啤酒 才是罪魁祸首 红袜队戏剧性从天堂掉到地狱 从女仙分子到无缘参加气候赛 红袜队的总教练弗兰克纳和经理爱普斯坦都选布盖走路 欧提斯也萌生趣意 早别下次不会穿起洋鸡对服吧 我们有项推特哦 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